李正 敬禮 请坐下 各位早安 我们今天谈一个小时的美国基本精神 这个话题也是很重要 我们去了解我们这个整个论述的基础 那现在纷纷的在社会上 有很多团体表示要跟我们联络 也是跟我们甚至于跟我们合作 比如说我们派一些代表到美国去 跟那个官员开会讨论 或是在台湾跟美国来的官员讨论 这些团体都希望可以加入我们团队 然后跟我们一起 跟美国讨论台湾未来种种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理念 有没有合 那他们是不是了解我们理念 那关键在于他有没有来受训 那很多这个团体这些人他没有来受训 所以你说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去谈什么真的很困难 因为普遍他们了解我们所谈的了解不够神 他可能这些书什么新台湾论什么 也还没有彻底看 他有没有来听我们讲习 所以他们满脑子其实都是什么台湾独立 他一直在强调这个论点 所以要他一下子改变 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讲习 他很难去改变 他接触到我们这个论 他第一个想法说 台湾作为美国第五十一州 但是我们不是在谈这个 我们完全从来没有谈台湾作为一州 这个是不同的不同的理念 甚至于什么海外领土要作为一州 这个是不太可能 因为你想想看 波多里克进入美国的正式的那个管辖体系 已经一百多年 他还没有变成一州 他还是一个海外领土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别的海外领土 然后突然就跷越波多里克变成一州 这个从基本的这个合理性去判断 这个不太可能 但是问题又在台湾的这个 所谓美国水泽 或是美国宪法水泽 他所知道的 大概是五十州里面的那个运作 其他的他不太了解 所以关岛跟美国什么样的关系 维京春岛跟美国的关系 沙摩尔春岛跟美国的关系 这些海外领土 其实这个他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说 这个怎么形成呢 美国怎么会有这些海外领土 这个怎么形成 刚开始 美国是有大家都知道13个领土 一般人就知道美国有13个领土 或是13个殖民地嘛 后来他们跟英国宣布独立嘛 后来那个大西洋这么大 但是英国还是不断的支援那个英兵啊 然后我就跟美国这些13个殖民地打了8年的战争 时商残重 然后后来才签署一个条约 也是叫做巴黎条约 常常巴黎是一个国际首都 很多人跑到那里去签条约嘛 签一个巴黎条约 这些国家已经跟英国分开 就是大西洋一边一国有英国有美国 这个他承认 所以从这个法理来讲 真正的法理来讲 美国独立日应该是远约14号 美国宣布7月4号 其实这个造成今天很多人的误解 你以为宣布独立就等于独立 但是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就是打了8年的战争 才后来不断的协调英国才同意 其实不到几十年 美国跟英国又产生摩擦 所以有所谓1812年战争 1812年战争 英国又占领美国那个东北一些地方 那我们常常忘记 十三个殖民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领土 叫做西北领土 Northwest Territory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西北领土 所以其实十三个殖民地加一个西北领土 所以美国的一般正统的历史 都是谈那个殖民地 然后变成州然后慢慢扩大 但是另一个人家忽略的历史 是美国的那个领土历史 那个时候就有领土 那个领土慢慢的就有人进去 然后美国就有那个法理 他就有那个法理 你要有法理就是 OK你去那个地方 你登记 然后我给你一块地 然后比如说你耕耘多少年 然后你符合什么什么条件 那这个将来这个所有船就给你 然后这样一直往西边扩大 美国一直在往西边扩大 OK 所以那这个到了1850年 就是隔了差不多70年左右 美国已经扩产到那个加利福尼亚嘛 西海岸嘛 已经扩产到那里 然后就美国墨西哥战争 美国墨西哥战争 美国在1818年元月13号 占领已经宣布占领那个加利福尼亚领土 OK 所以已经到达西海岸 OK然后后来跟墨西哥谈判 然后也是用外交手腕 也是用金钱 一整套的一个包装 还有这个摩西哥谈判 还有这个加利福尼亚 你各让给我们 还有什么新摩西哥 我们今天所称的新摩西哥就 Arizona就那些你 搁给我们那我们给你 外交上什么好处 我们给你多少金钱 我们赔偿你什么东西 然后你也这个传利让给我们 OK所以美国到了西海 那那是1850年左右 1850年前后 那那个时候 对于这个占领地 的相关判决也有好几个 我们到今天都在参考 他们也有一些 通常都是税务上的增值 那那个时候在 税务上在占领地 还有占领地是不是美国的 美国国家的一部分 而答案是no 所以我打个插 上个礼拜 我们就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的水准 他在跟我们讲 他也提出来说 哦 你们有这个论述很好 我慢慢了解 我也尊重你这样的论述 不过要提醒各位 美国从来没有讲 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 那我自己在想 我们也从来没有讲 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 你不懂占领法 伊拉克被美国占领 是伊拉克变成美国一部分 no 占领有占领的规范 他不是变成 他的一部分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 他有判说 嗯 美国 美国统治 之下的外国领土 那是占领 那可以形容一个占领地 美国统治下的一个 外国领土 所以台湾关系法 不是把台湾定为外国领土 跟我们的论述 没有冲突 ok 所以占领地是外国领土 但是美国统治下的外国领土 当然是有一点特殊地位 但是还是属于外国领土 为什么美国国会 没有把它并入 他并没有把它并入 他还是外国领土 ok 就算美国其实在飘 这个法理是 对有的人是比较陌生一点 ok 所以到这个时候再隔了 接近50年 1898年那就 美国 这个国内就 纷纷的很多人提出来说 古巴岛 是目前西班牙在实行那个暴政 而这些人没有民族 也没有自由 活在政治炼狱 所以非常不好 美国人就 就纷纷不平 就说哦 要解放古巴 然后当时有一些 美国的报纸 就像苹果日报那样 就是每天 煽动那个消息 每天写很多报道 什么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就是当然 一方面要卖报纸 但是另一方面 要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所以后来 连国会都注意了 然后他们决定 就跟西班牙双战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解放古巴 那当时 当时的情形 美国是不是认为 古巴应该 并入美国作为一种 有一些人有这个论调 有一些人有这个论调 但是 没有称为主流 没有称为主流 比较 后来称为主流的 比较多人喜欢的就是 让古巴走自己的路 OK 但是不要那个西班牙 那种高压同志 而且还有一点重要点 请西班牙 离开我们这个 北美洲这一带 因为那个古巴在加勒比海 就南方嘛 那个南方 所以请 西班牙离开我们这个 北美洲这一带 南美洲已经都 大部分都西班牙俗嘛 摩斯哥也西班牙俗嘛 或是 曾经是西班牙俗 只有巴西里外嘛 巴西是葡萄牙俗嘛 所以他希望西班牙回欧洲去嘛 北美洲给美国控制嘛 所以打下古巴嘛 打下古巴 呃 战争 几个礼拜嘛 哇 呃 从前面 四月底 四月底到 四月底 到 七月十七号嘛 一八九八年 所以几个月就 比较激烈的地方几个礼拜 但是 从那个日期去算几个月 然后 占领地 美国国旗升旗 呃 1898年七月十七嘛 在古巴 啊这个时候 马上碰到问题 那我们这么做军队在这里 那怎么办 已经占领了 不需要什么多人呢 那 那 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分配给他们做 啊那个军官就自己想一个主义 就说诶 附近有那个 一个小岛很漂亮 叫做普洛里克 哎干脆 如果美国总统点头 我就顺便去把那个抢过来啊 所以美国总统说 好了好了 所以到 他那边跑过去 然后 8月12号 普洛里克那边也都已经协议投降 所以就达到这两个 在加勒比海 然后 在亚洲 就是菲律宾也是 西班牙俗的嘛 菲律宾也投降了 菲律宾打一段时间 而关岛 不到一天都投降 关岛也是属于西班牙的 所以美国 突然 美国有海外领土 就是到了1898年 美国已经有海外领土 所以怎么办 所以 马上 就碰到一个问题说 这些地方要怎么管理和 这些地方的人民 全力义务是什么 他要做什么 那马上发觉 西班牙本身这些 他在这些地方施政的时候 他的税务的政策 已经令很多人非常的不满 所以长期上 古巴 普多利口这些地方都有抗税活动 但是美国税 比那个高很多 所以有关税务的一些 一些案子 就慢慢的有人打官司 因为人家认为说 欸 古巴已经是美国占领 那古巴的货瓶到 美国本地应该不要 应该不要缴税 因为属于美国管辖的地方 因为美国所有的州内 彼此之间没有 没有关税 对不对 我从这个州 运到那个州 就是没有关税 是一个 一个统一的一个关税区 所以他说 那古巴美国占领 是不是我进口不要税 啊 那个海关就说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我还是要磕水 啊 普多利口一样 所以就发生诉讼嘛 一层一层的到最高法院 所以这个有所谓这个 他有一系列这个 呃 他们叫做 列导 列导案 列导判例 呃 大部分都是有关税务的问题 所以他在里面 他解释很多有关占领地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还有税务上 专利义务种种 呃 基本上就是这些地方 呃 他是 他是形成一个独立关税区 然后那个最高法院说 他的税 这个独立关税区 他的税有不同的算法 呃 不管他在境内 或是往美国本土来往之间 他的税有不同的税 算法然后 然后 独立关税区就 跟美国宪法没有冲突 跟美国宪法的那个同一税制 没有没有冲突 他 他必须做一个新的解释 所以他做这样的解释 所以一直到现在 那 有没有听说 呃 金马出生的人 他去申请美国签证 他写的 出生地 他就写中国 呃 呃 这里外交部抗议 抗议无效 而美国说 历史就是这样 法理就是这样 你在抗议什么 对不对 嗯 所以这样慢慢过来 就是我们从这些地方 我们慢慢了解 嗯